大家早安 我是刘子瑜 这节全球现场先带您关注到的是 今年的超级强台摩羯 造成大陆 海南 广东 广西三省灾情严重 截至7号的最新统计数字 大约有122.7万人受灾 至少3人死亡 96人受伤 受台风摩羯影响 从6号到7号 海南岛 广东 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和沿海 出现8到11级阵风 局地12到14级 并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截至7号12时 灾害已造成海南 广东 广西三省区 122.7万人不同程度受灾 海南其实在6号到7号摩羯登陆的时候 受到高达17级的强风侵袭 这间海南海口的网红餐厅叫做星空之境 玻璃屋是毁于一旦 可以看到现场是一片狼藉 内部结构遭到严重破坏 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针对台风灾情做出指示 表示要抓紧核实灾情 组织力量救灾 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 接下来看到中东情势 巴勒斯坦医护人员指出 以色列军队在48小时内空袭加萨 造成至少51人死亡 以军分别在北部的加萨和中部的贾巴利亚 轰炸两所收农烂民的学校 声称攻击目标是躲在校内的哈马斯枪手 根据加萨卫生部的数据显示 从开战以来加萨死亡人数已经将近4万1000人 而现在以哈战争也进入了第11个月 以色列国防军9月初在加萨巡获6名人质遗体 引发全国强烈悲愤 民众谴责总理纳塔雅胡拖延人质谈判 抗议人潮每逢周末就上街 今天8号在警察逮捕民众的时候 还爆发激烈冲突 来看现场画面 这次在特拉维夫的抗议 依旧是以人质家属团体 以及反政府的示威者为主 他们呼吁以色列政府尽快与哈马斯达成交换人质的协议 让遭到绑架的家人可以赶快回家 从去年10月7号以后 以哈战争爆发后 以色列因为哈马斯突袭攻击 死亡人数超过1200人 但加上民众在以色列的报复攻击下 目前死亡人数是已经高达4万人 不过就在中东紧张情势之际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当地时间7号会晤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在当天一场论坛中 他就提到 想要解决欧战争 中国大陆和印度可以发挥自身的影响力 美洛尼当天出席意大利北部的一场商业论坛 在场边会晤泽伦斯基 两人见面时可以看到 泽伦斯基是紧紧拥抱的梅洛尼 梅洛尼除了呼吁中国大陆发挥对俄乌战争的影响力 他也支持乌克兰的选择 一直是首要的国家利益 也说这不会改变 不过意大利政府他就强调 军援乌克兰的武器只能是使用在乌克兰境内 不得攻击俄罗斯领土 而CNN现在也独家释出影片 显示乌克兰东部有三名士兵在投降后 仍然遭到俄罗斯士兵的处决 乌方就指控乌克兰处决了 不是俘虏的乌克兰士兵 明显犯下战争罪 而且这个情况是不断上演 目前恐怕有多达73名的乌兹被处决 无人机操作员取得更好的视野后 三名乌克兰士兵脸朝地倒下 一动也不动 这支CNN独家公布的画面 是8月底在乌克兰东部所拍摄的 乌克兰那名官员指出 这三名士兵遭到俄军处决 而且这类事件越来越频繁 这些乌克兰士兵即便投降了 还是遭到屠杀 另外乌克兰总统 5万广受认可 但撤换原因似乎是总统府企图加强控制外交政策 总统斯基也不断呼吁松绑美制武器射程才能有效打击俄罗斯 对此美国防长奥斯丁支支吾吾的回答 不认为会有武器能够单独决定这场战争的胜利 奥斯丁还说乌克兰自身就有像是无人机等等射程超越美元飞弹的武器 可以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 美国还将提供乌克兰价值2.5亿美元的军备 包括防空系统炮弹与弹药等等 并重申美方与盟国会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 接着综合报道 国际焦点关注到的是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访问北京之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 9月6号应约在北京跟美国总统气候特使会面 双方讨论气候变迁以及减少碳排的问题 根据大陆外交部的声明指出 王毅先就中美关系来发表意见 表示中美两国应该做伙伴 不要当对手 应该要彼此成就 而不应该恶性竞争 应该要说话算术 而不能言行不一 至于美国总统的气候特使波德斯塔 则是对王毅表示 尽管美中双边关系存在着一些摩擦 但是可以找到合作的地方 那么另外根据了彭博的报道 波德斯塔说 美中两国应对气候变迁的方法 还是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但是双方讨论能够帮助在问题上 找到更多的共同点 另外看到的是巴勒斯坦的医苦人员指出 以色列的军队在48小时内空袭加萨 造成至少51人死亡 以军分别在北部的加萨市 以及中部的甲巴里亚市 轰炸两所收容难民的学校 宣称攻击目标是躲在校内的 哈马斯枪手 而根据加萨卫生部的数据 从开战以来 加萨的死亡人数将近4万1000人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E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Zither Harp atchet 净 子 弄 冇 ед 小 treasury 制作 马 伍